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小衣服 镜头比较小,大家看一下屏幕,我们放几张图片 这款小衣服我个人感觉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的漂亮可爱 姐妹们可以尝试的织一下,不是很难的 好,姐妹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小衣服呢,是从领口这个地方开始织起的 然后呢,织好几行以后呢,我们就分出前片,袖子,还有后片就可以了 分好以后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织 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衣服前面有这样一个花形 这个花形呢,织起来呢,就是相对来说是最难的一部分 只要把它织好了,我们这小衣服就完成了 然后下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小花形 然后这儿呢,有一朵小花,把它勾好 箱在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呢,袖口呢,就是说和这个下摆呀 门巾这个地方的织法都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 来给姐妹们说一下我们用到的工具 就是准备呢,一副这个四根 这个十号的磅针,十号的磅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说,呃,机航器,防脱帽呢,呃,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准备,呃,多准备一些这个机号扣 因为呢,我们用分针的时候呢,呃,用的比较多 然后一根缝一针 还有就是呢,准备一根普通的勾针就可以了 能够藏线尾就行了 因为呢,我用这种勾针用惯了 呃,就是说,呃,勾时间长了,手不累 所以呢,就是我习惯用这种勾针 姐妹们准备一根简单的,普通的就行了 呃,没有必要准备这么好的,普通的就行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织 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扣子呢 也是我们这个,呃,工具里面的 就是说需要几个这样的平板扣 当然这个颜色呀,和这个扣子的种类呢 你可以自己来选,这个都没有关系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教大家来织一下这个衣服 从领子这个地方开始织起 呃,我们刚才说过了 我们这个小衣服呢,适合两到三岁的宝宝来穿的 今天呢,还是以这个大小为例 叫大家来织一下 从领子这个地方开始起针 呃,起针呢,大概就是起94针 适合两到三岁的宝宝来穿 那么之后呢,我会把那个 这个样衣的,呃,衣长啊 还有这个,呃,衣宽啊 胸围什么的都把它测量出来 呃,供姐妹们参考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起针 我们先用这个紫颜色线来起针 起,总共呢,起94针 大家记住,就是说,呃,这个起针数呢 是适合两到三岁的宝宝来穿的 我们先来起针 我们用手指呢,先这样挽一个线圈 好,完好,完好以后呢 把它拉小一点 能够让这磅针穿过来就可以 然后再把它拉小一点 不要拉得特别紧 然后呢,同时 让另外一根磅针呢,也穿进去 起针的过程的是 呃,绕线,织一针正针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是 呃,左磅针和右磅针 这两个磅针上面呢 分别有一个线圈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呃,左磅针上面搭一下 搭一下线 然后呢,让左磅针转移到前面来 然后呢,再从这个右磅针上面 再这样绕一下线 绕好线以后呢 为了就是让这右磅针呢 把绕好的这个线圈呢 从下面这个线圈里面把它挑过来 这样我们就起好完整的一针了 加上我们最开始套的那个线圈是两针 然后接着绕线 把针移到前面来 再从右磅针上面绕线 挑过来 又起好完整的一针了 三针了 接着大家再看一下 先从左磅针上面搭线 把左磅针转移到前面来 然后再从右磅针上面搭线 然后呢,让右磅针把搭的这个线圈 挑过来就完成了 四针了 然后呢,接下来还是用相同的方法呢 我们起好我们所需要的这个94针 搭线转针 再搭线 然后呢,挑过来 这个起针方法呢 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都有详细讲解的 姐妹们如果看不懂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左磅针上面的每一个线圈都是一针的 包括最开始的我们套的这一个线圈 它也是作为起针的 这个一针的 它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线圈存在的 最开始套的这一针呢 也算在内的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起好我们所需要的94针 绕线 转针 再绕线 挑过来 就行了 绕线 转针 再绕线 然后呢,把这个线圈挑过来 大家看一下 织好以后呢 我们下边是这样的一个小辫子 这样一个花形 比较好看 非常适合就是起针的时候 作为边的那一部分存在 这样的起针方法呢 就是说起好边以后呢 它非常好看 好,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用这样的方法呢 起好我们所需要的94针 绕线 转针 再绕线 挑过来 这个过程呢 比较 繁长一点 大家要耐心 起好94针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用刚才说的起这方法呢 起好了93针了 第94针呢 就是我们最后这一个线圈 我们给它挂上 就可以了 它作为启动的一针 总共呢是94针 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呢已经数过了 那么起好这94针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织了 在这里呢 也给姐妹们说一下 我们起的这94针呢 是包括左右两侧的那个6针的门金的 就是包括那门金在内起了94针 我们用降器来织行 然后呢把防脱帽扣上 防止它脱落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织第一行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在织 领子这个地方 领子这个地方它比较好织的 它就是每一行都是正针的一个织法 大家看一下第一行 第一针呢 我们要织起来的 一针正针 然后呢还是一针正针 这一整行呢 就都是一个正针的织法 我们南方姐妹呢 一般习惯给它称作是下针 这一整行呢都是正针 或者说是下针的这个织法 第一行我们给它织过去 然后呢从第二行开始 我们每一行的第一针呢 都要给它反挑下来不织的 一会儿呢 给姐妹们专门看一下 就是说从第二行开始的第一针呢 我们是怎样给它挑下来不织的 那么姐妹们先跟着我呢 把第一行给它织完 第二行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针那个地方 怎样挑下来不织 好第一行呢就织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织第二行 第二行呢 之前给姐妹们说过了 从第二行开始呢 每一行的第一针呢 我们都要给它挑下来不织 姐妹们看一下 如何挑下来不织 我们就把针呢绕到现在下面 绕到现在下面 然后呢把这个线圈 第一个线圈呢 这样给它挑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把线绕过去 开始接着织正针 就行了 大家记住 从第二行开始 接下来的每一行呢 都要第一针 这样挑下来不织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领子这个部分呢 总共呢是织十二行的 每一行呢都是织正针 每一行都是织正针 然后呢从第二行开始呢 每一行的第一针呢 给它挑下来不织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中间的部分呢 在领子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要给它留一个扣眼的 所以呢我们 先把前面六行织好 每一行都是正针织好 第七行的时候呢 我们留一下扣眼 大家看一下 我们织好了六行的正针了 然后在第七行的时候呢 我们要留一下扣眼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呢 我们留扣眼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呢是把扣眼 留在这个右门巾上面 留在右门巾上面 左门巾呢是给它钉扣子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在 呃右门巾上面 从这呢给它留一下扣眼 这个地方呢 以后是右门巾带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在这呢 给它留下扣眼 好接下来 姐妹们先跟着我呢 就是说知道 生下最后六针的时候呢 停下来 先把前面这一部分 都给它织好 都是正针的一个织法 第一针呢给它挑下来不织 反调下来不织 然后中间部分呢 它就都是一个正针的织法 我们就这样一直织过去 织到剩下最后 呃六针的时候呢 我们停下来 呃 教大家留一下扣眼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剩下了最后的六针 那么我们在 要在这六针里面呢 给它织出一个扣眼来 呃 这六针呢也就是说以后 我们作为那个门金的那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 留出一个扣眼来 那么呃之前呢 姐妹们看着样衣的时候 也看到了我们那个呃平板扣呢 它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们要给它 留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扣眼来 就是说约莫呢会占这个 呃两到三针的这样一个呃呃 大小呢来留这个扣眼才可以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说呃 不能呢给它留后面三针 如果剩下最后一针的话比较不好看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从前面开始留起 大家看一下我们把第一针织起来 然后呢第二针呢也给它织起来 那么第三针也给它织起来 然后呢大家注意了 我们把第二针呢 第二针织好的这个线圈呢 用棒针挑过来 盖住第三针 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二针呢就锁掉了一针 然后呢再织第四针 把第三针挑过来盖住 把第三针也锁掉 这样的话呢就是锁掉两针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最后两针呢给织起来就行了 也就是说呢我们把第二针和第三针锁掉了 给它当成扣眼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留成扣眼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第二针和第三针的地方 然后第七行织好 然后呢我们转过来织第八行 第一针呢仍然是挑下来不织 把线转过去 然后呢把前面两针先织起来 那么刚才姐妹们也看到了 我们把第二针和第三针锁掉了 等于是剪掉了两针 所以呢我们还要把在这个地方呢 再给它加上两针 不然的话呢我们的针数呢就变了 然后呢我们就手指的这样套一下 加上一针 非常简单大家看一下 套一下就这样加上来就可以了 加了一针了 再加一针 再这样给它加上一针 给它加上两针就可以了 然后就接着支前面 就还是正针的一个支法 大家看一下这个洞呢 就是我们留的这个扣眼 以后呢我们留扣眼的方法 就都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留以后的这个扣眼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领子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总共呢是支十二行的 你像我们现在是支的是第八行 第九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加的那两针呢 当作正针给它支起来就可以了 一直呢就是说支好十二行 我们这个领子就算完成了 呃 所以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把这十二行的这领子给它支好 支好领子以后呢 我们再来学习支下面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呃 我们领子的这十二行的正针呢 就给大家支好了 支好以后 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们就需要把这94针 给它分出这个两个前片 还有两个袖子 还有这个一个后片的这个帧数呢 要给它分出来 呃 那么之前呢 也给姐妹们说过 我们所起的这94针里面 它是包括左右两侧的那个六针的门金的这个帧数的 呃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门金 它是就是说上下的两个门金 它是重叠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们在算这个帧数的时候呢 要让总的帧数94针减去一个门金 才可以算出前片 两个袖子 还有这个后片的这个帧数来 呃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具体算一下这帧数如何来算 呃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说我们是总共起了94针 我们让这94针减去中间的六针的门金 就剩下了88针 呃 因为呢 我们这个门金呢 六针的门金 它是重叠在一起的 所以呢 要减去一个六针的门金 呃 剩下了88针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让这88针呢 平均的分成四份就可以了 让这个前片 就是左右两个前片成为一个整体 它是一份 然后呢 就是说呃 两个袖子呢 各占一份 然后呢 一个后片是一份 总共是四份就可以了 让88针除以四 就是呃 平均每一份呢 它就是说是22针 就是说呢 这样就大概就分好了 呃 如果就是说两个袖子呢 分成22针的话呢 因为后期呢 我们在织袖子 在织袖子的时候呢 可能会肥 所以呢 我们让两个袖子呢 少分一点针 两个袖子呢 给它各减掉两针 让它成为20针就可以了 那么云出的这两针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就把呃 两针呢 云给前片 两针云给后片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两个袖子呢 分别是20针了 然后呢 两针呢 云给了后片 两针云给了前片 呃 也就是说呢 现在两个袖子是各是20针 后片是24针 然后前片呢 也就是24针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样的话呢 大概我们就分清楚了 就是两个袖子各是20针 后片呢 我们也就给它分出来了 变成了24针 两个袖子20针 后片是4针 然后前片呢 它也是24针 好了 也就是我们分出来了 两个袖子呢 各是20针 然后呢 这个呃 我们现在后片和前片也分出来了 各是24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分好了 呃 分好以后呢 我们这个 现在就是说 两个袖子 还有后片的针数 就可以确定了 呃 就可以不变了 但现在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前片这总体的这24针呢 再给它划分一下 分成左前片和右前片 再来给它分一下 后片不用变了 然后呢 就需要把前片的24针呢 再给它划分一下 就可以了 分成左前片和这个右前片 就可以了 袖子和这个后片都不用变了 我们划分一下这个前片 呃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前片就是说包括两个门金的 呃 最开始呢 我们让94针呢 减去了一个6针的门金 现在呢 我们让这个24针呢 再加回这6针来 然后呢 再除以2 就是左右两个前片的这个针数了 包括门金呢 就是说让30针除以2 两个前片 就是都包括门金 左前片是15针 右前片也是15针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具体划分好了 然后呢 袖子是20针 然后后片呢 是24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所有的针数 就彻底给它划分好了 也就是说呢 所有两个前片呢 包括门金 各是15针 就对了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划分一下 数出15针 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们用记号扣呢 把这个 这四部分呢 应该说是五部分 都给它划分出来 我们数出15针 四六八十 十五 十五 好 然后呢 就是说包括 六针的门金 在内的15针 一个前片 数好了 做好标记 然后数出一个 袖子来 20针 二十针 好 数出了一个袖子 再做一下标记 然后呢 我们数出后片的 二十四针 我们来数一下 二四 六八 十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二 好 二十四针 我们在二十四针 后面做一下标记 然后呢 再数出一个 二十针的一个袖子来 二四 六八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好了 然后呢 再做 再做一下标记 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数一下 是不是十五针 是另外一个前片 二四 六八 十 十二 十四 好 正好是十五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划分好了 这几部分呢 就都给它划分好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 把这九十四针 分成了 就是两个前片 各是十五针 两个袖子呢 各是二十针 然后呢 呃 一个后片呢 是二十四针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分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衣服 也就是说呢 大家看一下 呃 这是我们花形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前片呢 是十五针 两个前片 各是十五针 两个袖子呢 各是二十针 然后呢 一个后片呢 是二十四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分好针了 分好针以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 找出中心针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在袖子 和后片中间的 这个地方 这是两针中心针 我们需要在它 左右两侧来加针的 我们找出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这一侧也是一样的 也要找出一个中心针来 就是在袖子和后片的 中心的这个地方 找出中心针 然后呢 我们再找这花形的部分 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找一下 就是说后片和袖子 这两针中心针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袖子 然后这是后片 然后呢 就是记号扣 在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在这 找出中心针来 这个是袖子 我们分好了 这个是后片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在 袖子和后片 中间的这两针 大家看一下 我用记号扣呢 把记号扣 挨着记号扣的 左右两侧的两针呢 给它扣起来 以后呢 这两针呢 就是作为中心针来存在了 以后呢 每次加针 就是在这两针的 左右两侧来加 就可以了 这两针中心针呢 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 就是说每次加针 都是在它 这两针的左右两侧来加 然后这一侧也是一样的 这是后片 然后这是袖子 我们用记号扣呢 把这个这两针 给它扣起来 把记号扣的 所有两侧 这两针呢 给它用记号扣 给它标记出来 扣在一起 然后呢 就成为一个整体 然后呢 在它左右的两侧 来加针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就找好 后片的两个中心针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样一 也就是说我们这两个地方呢 给大家结合一下 样一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找的 这两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两个地方 找出来了 就是说两针中心针 分别找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片 我们这个前片和袖子 中间的部分 有这样一个花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形呢 它其实是14针的一个花形 14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花形是14针 然后呢 每次我们加针呢 也是在它所有两侧来加针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加上 所有两侧这两针 固定不变的针数 总共是16针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中间找出16针 然后在它左边和右边 分别来加针就可以了 中间是14针的花形 就行了 就对了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左右两侧来加针 就慢慢的加针 和后片是一样的 只不过中间这个是有花形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16针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来找一下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GL扣呢 就是说是袖子和后片扣住的两针中心针 这两针呢 一针是后片的 然后呢 一针是袖子的 那么我们在数这个袖子的时候呢 我们扣住的这一针呢 我们就不要给它算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总共呢 就变成了34针 也就是说是前片15针 后片呢 就是说是19针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一针不要给它算了 加在一起呢 前面总共是存在34针 由原来的35针呢 变成了34针 我们中间呢 扣出16针 16针的花形 就是说还有那个中心针的两针 总共16针扣出来以后呢 让34针减去16针 就变成了18针 18针再平均分成两份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两 这两侧呢 这边呢 是9针 然后呢 这边呢 也是9针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分好了 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 前片 就是和袖子 这总的针数呢 它加在一起 不是一个双数 是一个单数 怎么办 那么我们的针数 在分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我们中间呢 依然是给它流出16针的花形来 流出16针花形以后呢 就大概给它留在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多的那一针 单数嘛 多的那一针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 放到前 放到前边也行 放到后边也行 也就是说呢 如果就是碰到单数的情况下呢 不能给它分云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多的这一针呢 适当的 就是给它云在这个 这也行 云在这也行 两侧都可以 多一针 少一针都没有太大关系 只要我们把那16针呢 给它 就是大概的放到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16针呢 大概在中间的一个位置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姐妹们在分针的时候呢 不用特别的较真 就是只要16针 这16针正确就可以了 大概在中间的位置 左侧和右侧 哪一侧多一针 或少一针 都无所谓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一下 我们先数出9针 然后呢 从这儿做一下标记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数出 中间的14针的花形 可它左右两侧的那两针 总共是16针 我们来数一下 2 4 6 8 10 12 14 16 好 我们在16针后面呢 也做一下标记 好了 那么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加针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 16针的这个地方 就是接要扣前面 和这个接要扣的后面 也就是在16针的 所有两侧来加针 这儿呢 是9针就可以了 我们数一下 6 8 好 正好也是9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分好了 那么我们另外一侧 这一片呢 这个前片和袖子中间的 这16针呢 也要给它数出来 我们来数一下 包括门巾在内 数出9针来 好了 在第9针后面 做一下标记 好 接着数出16针的 呃 这个地方 好 在第16针后面 做好标记 好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就给它分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花形的地方 也就给它找出来了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呃 左侧这个地方 最标上的9针呢 是包括6针的门巾在内的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后面的两个中心针呢 也给它也给大家找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都用记号扣标记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之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呃 正式进入这个下面的呃编织花形的这个过程 呃 那么刚才呢 我们经过一系列的分针以后呢 呃 主要就是说 把四个呃 呃 加针的这个点呢 给大家找出来了 呃 我给大家画了一张图 大家再看一下 呃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大家看一下 呃 我们后片 这是我们后片两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结合我们这个分针 这是两个后片的中心针 两个后片比较简单 两针中心针 这是两针中心针 那它左右两侧来加针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两针中心针 在左右两侧来加针就可以了 只要把这两针中心针 给它找对 然后在它左右两侧来加针 我们这个后片就没有问题 大家看一下前片 前片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14针的花形 然后呢 外边的两针呢 就是作为呃 中心针 就是说加针的那两针存在的 我们就是说 在总体的16针的左右两侧来加针 在这左右两侧来加针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呃 就是说前片就是比后片多了一个花形而已 呃 所以变成了16针 好 接下来再织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带入白颜色的线了 呃 那么带入白颜色线的同时呢 我们这紫颜色线呢 并不能剪断的 因为我们这6针的门巾 这个地方呢 它永远就是织着紫颜色的 呃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织一下 呃 所有的两侧的6针的门巾呢 都是用紫颜色线来织 中间的身子这一部分呢 它是用白色线来织的 所以首先呢 呃 我们呃 要把6针的门巾给它织起来 我们再织呢 是第13行 呃 那个 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一下 再织是 呃 再织是第13行 先把6针的门巾织起来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把线绕过去 然后接下来织5针的门巾 我们第一针挑下来的那一针呢 也算在内的 总共是6针的门巾给它织起来 好了 织好这6针门巾以后呢 我们后面还剩下三针 这个地方呢 要给姐妹们说一下了 原本呢 我们在后面就应该 呃 直接加白线 上白线了 但是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样一 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领子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圆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剩下的那三针呢 一下子全织起来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方领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方领 就不是我们现在织的这个圆领 这个形状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三针呢 要给它慢慢的织起来 让这前片比后片 给它少织上几行 这个白线这个地方 就可以形成我们所要的这个圆领 这个形状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 教大家具体来织一下 原本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织方领的话呢 就把这三针呢 直接全部换成白线就可以了 为了要要这个圆领呢 我们不能一下子给它 呃 织起来 我们就是说先把前面两针 给它用棒针先挑过来 好 然后剩下这一针呢 我们再给它呃 从这一针这个地方呢 我们才给它织上这个白线 好 我们把这个白线拿出来 从这个地方呢 给它织上白线 那么呃 对应的我们再呃 知道就是最后的那六针的 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同样的这个地方 也要这样处理才可以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两侧呢 才才能够就是说 出现一个对称的 这样一个织法 好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织好 我们把这一针呢 给它织成白颜色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一针呢 要把这个白颜色线 给它带入 套到棒针上面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给它挑过来 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一边织呢 一边把这线尾呢 给它呃 从我们这个织的这根长线 上面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到了我们就是说 十六针的这个地方了 之前一再说过 我们要在这十六针的所有两侧 来给它加针的 这边加上一针 然后这边呢 也给它加上一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机要扣先拿掉 我们要给它慢慢的加针 让它衣服呢 慢慢的变肥 加针呢 用这个手指头呢 把线呢 这样给它套到 棒针上面就可以了 加上一针了 然后呢 我们把就是作为中心针的 右边这一针呢 给它织起来 织起来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织这花形了 因为中间的十四针呢 是作为花形的地方 我们要开始织花形了 大家来具体看一下 怎么 怎样来织这个花形 首先呢 我们要先给它 搭上一针 大家看一下 这样给它把线 搭在右棒针上面就可以了 首先给它搭上一针 然后把花形的第一针 算是吧 阳亮丝 接下来 我将给它 似的 开始 即将 熊 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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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